各位觀眾,為了慶祝小智,玩了25年終於拿到這個世界錦標賽冠軍 所以我特賜買了這個劍盾的終結 也是最貴的一盒東西,Precious Collector Box 來慶祝他,成為世界冠軍 說笑嗎?這麼貴重 我怎麼捨得花錢買呢?我朋友送的 我這位朋友真的很不惑 他一次過送了這三箱東西 再加一個Boss,去知道我喜歡Pokemon Go 特地送了這個Pokemon Go的卡盒 祝我新婚快樂而送的,感謝你啊,Jones 分別是除了大家看到的這個黑盒之外 另外這個 就一買就馬上玩的卡牌組合 然後這個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一個小的卡寶 還有有訓練家簽名的訓練家卡牌,很搞笑 無疑他們的簽名,不知為甚麼 很有喜感 那我就想先開一些輕鬆的東西 最輕鬆的應該是這一盒 這盒裡面的內容物就是這樣的 但會看到是有卡包的 那我就打算最後才開卡包,說不定有驚喜 但是呢,合理來說,就先開這盒 咦,原來的 咦,我開得這麼輕易,原來他貼了膠紙 我完全就這樣 這些叫做甚麼 在這個絕對暴力面前任何東西都可以破壞 好 好帥啊 就這樣看起來好像是一塊的甲板 但其實它是卡包來的 這樣就 每頁就可以放到四張 哎呀,我很喜歡這種 我很喜歡這種內頁 因為呢 它上面這個刀蓋回來呢 那些卡不會浪浪一下 都會穿實很多 這一種 這一種就是我平時 用的卡包的內頁 都是特地買官方提供的這一種 這本是我平時用的卡包 你突然揭起才可以拿到卡 這個位置 那你平時蓋住呢 那些卡就不會拿 那還有呢 裡面是有 分別大家看到了 它是有四包卡的 那所以呢 一間呢 就是開它 先看一邊 哈哈 瑪莉的簽名是這樣的 對不對 訓練家的親筆簽名 好搞笑 其實不只是那個畫家的簽名 所以大家看到這些卡的 左下角呢 會有Promo這個字 對 即是代表你是要特別的道具才可以買到的 一般的擴充卡包是開不到這些卡的 嘩 好正啊 好開心啊 我錄到單帝的簽名啊 哈哈 然後呢 就開 這一盒特別牌組 大家看到要對戰的東西都有齊 還有呢 一張毽是包含自己和對方的場地 如果大家是伸手入坑呢 可能一次過兩個人夾粉買一盒 大家選定哪個屬性 那就可以打得了 嘩 又是時候出動我武士刀了 嘩 差點解爆了不應該解的東西 哈哈 好恐險 有時候太暴力都不行 YES 旁邊移動的 好 我剛才放進去都沒有東西 兩個弊就在這裡 我一個差不多的弊 烈空座的樣子都差不多 噴火龍的弊我就沒有了 嘩正啊 有多個噴火龍的弊 剪頭的膠呢 就有裝著兩張特靈卡 好 然後裡面這個箱呢 應該是這樣開的 對不對 好 一人一個卡盒 噴火龍卡盒 烈空座卡盒 還有這裡有兩副笛 那我就不拆它了 因為它裡面其實有很多 我們之前開過的一些卡 只不過呢 你一開了它 就可以建議你 可以直接用的意思 即是如果你沒有買 礦中卡包的 你想一買回來 就立即打得 這一盒就是這樣的意思了 所以裡面是會有很多重複的卡 還有你買另一盒的 特別卡牌組合呢 裡面的卡都是一樣的 千萬不要買兩盒 一盒就可以了 如果要買的話 好 這裡整張 這裡很清楚 列明給你看 這裡是個說明 這一版是說明 所以那張說明不大都可以的 後面也有都很清楚 說 step by step 怎麼玩 我覺得它不錯 遠看其實它的字 不太影響到幅畫 所以你當是海報用 如果你真的拿來用 又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寫什麼 這裡是放deck 這裡是氣卡區 然後這個底部 其實它另外放了這個東西 其實不錯 因為這個盒敵頭 是當你拿來當卡盒放的 你可以這樣攀開 就這樣隔著 就可以上下放 兩副卡 高度 我想它都量好了 對 量好了 直接拿它來做卡盒都可以 都不錯 不用另外買卡盒 這個就 我開完感覺都頗開心 覺得是 真的新手想入坑 是可以考慮 直接買一盒這些 然後可以長時間都不用買 除非真的覺得 值得入坑 那麼先術繼續 好 那開 今次的重點 開了重點之前 我想拿回 箭 話說我是有兩塊 一塊 另一塊是小塊 這兩塊都不是用來BATTLE 我有一塊BATTLE的 之前可能大家也見過就是 潑墨畫的畫風的比卡超 和裂空座 沒錯也是裂空座 因為我真的喜歡裂空座 這個整塊煎很耐用 還有質感很幼嫩很舒服 漂亮很多 這個 整塊有質感 我做什麼 我開箱 在這裡介紹自己用的煎 開這個 主角 這個 Precious Collector Box OK OK 要拔著這些 開開 好漂亮 唐金 我覺得這種黑金 比之前的比卡超 整個都是金色的 這個比好 比好 但當時那一刻 曾經被炒得很貴 傻的 炒不起來 哇 很多人都是為了這張而買的 特別版的比卡超卡 其實重點精靈都在這裡 這張卡 先檢查一下 OMG 很明顯歪了一邊 大家看到左邊的邊是肥一點的 這條邊肥一點 OMG 是很明顯歪的 如果肉眼看的話 對 幸好我自己用的 如果我賣出去真的哭出來 OK 不要緊 拿了那張 用點之後 裡面 其實我開這個箱的原因 為什麼我之前不給金盒沒有開呢 就是因為我想要這個盒 這個盒真的很棒 很明顯 好 對了 這個 卡盒 外面有一個紡皮的質感 這個盒做得很精緻 這個是打橫放的 一樣都是用磁石級的 都漂亮的 裡面有五塊甲板 這個甲板 沒有皮的成分 對 面上我就是用他劍盾出過的卡 比較受歡迎的 亞爾宙斯 叉字幅等等 這個卡很漂亮 跟著呢 還有想要他有一個卡補 這個應該是那個 上框 原來挺重的 好像這個是整盒最重的東西 喂 掉不下來了 這個盒做得不太友善 開起來有點難度 沒錯 是個框來的 展示框 說明書教你怎樣裝 先放到一個小卡盒 然後再放一個大卡盒 然後再塞到這個框 多重保障 好像 博物館一樣 放一些展品 放一些文物 剛才還有一塊末布給你抹 In case你有需要抹 所以大家會看到 剛才一開球 就有那張比卡超 其實人們多數會裝那張比卡超 但我就想紀念我今期 開得最漂亮的那張 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奇拉蒂納的二話 一家找回就知道 好 那我一家才來裝 但我會看到它的釘和什麼都齊 對了 還有這一盒的 另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卡寶 登登 哎呀 上去了 登登 開來見我 好 好 裏面它有一些紙隔著 我來保護 怕你們磨到它 其實都應該不會磨到的 我相信 哦 它這個卡寶 就是這樣 嘩 都多重保障 它每幾個內頁就套一個膠套 靚就都蠻靚的 還有它應該是側入的 做一個展示 單地 哦其實這個側入我都可以 因為它有時這些卡是會搖 現在已經有少少拱 你看看 如果這樣彎的情況下 它更加會硬實 在裡面 就不會掉出來 哇 這個卡寶都漂亮 外觀好漂亮 對了 就是這張奇拉蒂納 整個劍盾最漂亮的就是這一張 很厲害 很厲害 等到呢 哦 它還多一個 除了這個框之外 它還多一個卡套給你的 那我本身有卡套也不用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框 因為我自己有施火的卡套 我用施火的卡套入 更加硬實 呵呵 然後呢 再上在它的架上 這個架 這些就真的要保護紙了 反而我覺得剛才卡套就有點多餘 因為這些是 硬的 膠啊 或者是金屬啊 之間的摩擦很容易難入 這麼難拿 對 這些一拿很容易掛 嘩 這個好漂亮 這個框漂亮 應該是阿格力膠 來的 它也是用劍盾的卡 來做那個磨砂套 畫 整個系列 一致的 撕掉它 嘩 好透 嘩 嘩 它很滿意 然後我還沒看說明 不過應該 都是這樣裝的 應該沒什麼特別的 哦 它連口釘上面 都有這個精靈球的圖案 挺有趣的 好 我應該要按一顆精靈球 再扭回 一顆精靈球才會 不會拎去另一個方向 它其實是螺絲 我應該拿回螺絲批來開 哈哈 螺絲批 我會在房間裡拿一支 剪刀螺絲批出來的 大家會看到 這裡是把剪刀 然後後面是螺絲批 這個就是一個 我之前有沒有介紹過這個文具呢 我已經有點失憶了 拎到亂了 總之 是很方便的 就不需要刻意炒工具箱 在筆桶都可以拿到螺絲批來用 那我現在在做什麼呢 沒錯 就是扭這個 螺絲 就是這樣了 登登 唯有這樣 盡力反了 唯有這樣給大家看 可以嗎 可以嗎 大家可以嗎 好影響觀感 我的肉眼看是很漂亮的 很難跟大家解釋 總之整個相框 是 很隆重 但是我自己真的不捨得花一千多元買這個盒 真的很感謝阿Jones特別送給我 那我就開就開完了 最後重頭戲 竟然開了那四包散的卡包 劍盾的終結 既然小智拿冠軍 但是他應該是用小智和他的夥伴 來做卡盒 他竟然沒有 好失目 我之前可以說他的卡和這個動畫 真的分得很好 四包卡 現在開了 只有四包就不可以寫什麼號碼 對 都是有這個調查問卷的 跟一般擴充卡包合的卡包是一樣的 只不過我抽了四包給你 究竟有沒有中好東西呢 真的不知道 我喜歡 自揮星 原來都中到能鳥 洛奇亞V 雖然是普通的V 但我都喜歡 喜歡他這個 這個策劃 好 最後是工人 工人最愛 剪刀羅斯批 第二包 空鼠 火多拉 小松 第三包 二 有沒有好東西 念力吐咬 陰波龍 還有一包 竟然還有一張V 多屎谷石獸V 這樣也厲害 黑黑龍 兩張V 即是剛才那個 最輕便的那一包 竟然有兩張V 四包卡都 真的好 現在這個就不用另外買卡布 因為那兩個卡布呢,這本和再之前那本,其實都爆爆的了 兩本都是差不多一口了 鎖剩的位置不多,所以現在有這一本就太好了 應該都夠頂半期珠子的 對,接下來珠子呢,如無意外我會繼續開的了 到時就跟大家見面,開卡 卡布都很漂亮,但我還是更加喜歡我之前那個 設計感好,就是它實用和設計感一流 整件事真的 因為如果你說不帶出街的,這些盒子就更加實在 但是這些盒子呢,真是可以說只是耍命 告訴別人一下,我就有錢買到這個盒子 就有這個這麼漂亮的角色 但如果你知道有這個便攜式的,這麼薄 我相信你和我一樣都會希望買到這個 這個呢,我記得我之前有朋友都有問過我在哪裏買的 那我就...都不太記得我之前那條影片有介紹過一次 那我這次再介紹一次 但我看到那些卡是斜了擺的 因為它跟一般的卡盒是相差很遠的 厚度 大家可以看到我舊的這個 我自己都很喜歡的卡盒呢 是現在這個新的卡盒的六成左右的厚度 那它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薄呢? 大家可能剛才也看到它是斜了 那它是怎樣做到的呢?就是因為 你擺完之後呢,就這樣摺起來 那你如果真的要拿的時候呢,揭開 揭開之後呢,就移 那移出來就拿到那些卡 那這裡都可以放到三副deck的厚度 這個位置 可以放到三副deck 那這裡旁邊呢,就放一些... 那些damage counter 啊 那些 coins 啊那些 非常之方便 要拿就這樣移出來 不用就收回 如果大家興趣買這個呢 可以推翻我的影片資訊欄 都會給我連結資訊欄 我覺得這個相框 是比起我看別人開箱呢 是更漂亮的 因為這條影片看起來呢 就不 fair 不斷反光啊 有什麼樣的 不太清楚 但是這個框真的很漂亮的 正啊 它不用浪費卡保 我終於可以拿出來 一見一見 那這張就開得大了 這次的影片來這裡 我純粹是分享一下自己的喜悅 拜拜 好 既然是這樣呢 都想送卡的 就送回 我這次開的這兩張V 就真的只有名額兩個了 兩個名額 那就先到先得 就這樣 要就這樣留言說想要 那我想應該正路都會喜歡 銀料多一點 對了 先說明要哪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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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